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又在活迹这个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 欢迎你的收听 那这几次我们将继续来谈一谈骄傲和谦卑 骄傲和谦卑 这个题目的确是包括的范围是很广很广的 整个宇宙都包括在里头了 从太初开始穿过时间的长河 达到现在直到永远了 从天堂到地上 以至地域之内 都服于这个规律之下 那然而主题范围尽管是这么的广 却同时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的生活当中 那首先我要以五个步骤来简单的总结概括以上的几次的内容 先是宇宙之间的第一个罪行 不是发生在地上的 也不是人类所犯的罪 而是发生在天上 是一位非常聪明和漂亮的天使 他所犯的罪 他因为太骄傲了 认为自己跟神差不多 所以应该跟神平起平坐 地位相等 才算是满足他了 于是不单是他自己背叛神 还煽动许多天使 跟他一起来反对神 结果 当然是被神赶出了天堂 不得来到神的面前了 从此 也得了撒旦这个名字 那就是一般说的魔鬼反叛者的意思了 第二 神的回应是 取地上尘土造出另外一个受造物亚当 也就是人了 神为了造人 他要亲自的蹲下来 也就是说 弯下腰来 去取地上的尘土 他想要从人和整个受造物当中 取消骄傲的一切的根基 第三 不幸的是 人又被撒旦诱惑犯了同样骄傲的罪 撒旦自己 就是因为这个罪受到了惩罚 人也因为骄傲的罪受到了惩罚而堕落了 第四个步骤是 神有一个计划 救赎堕落的人类 在施行这个计划当中 神的腰弯得更低了 神在基督里把腰弯到与堕落的人同等的地步了 以主动的方式实现他的计划 使人能从堕落当中再次的能够升高到神那里去 跟神永远保持亲密的关系 第五个步骤就是 贯穿整个永恒的 这些得救赎的受造之人 在神面前 在天堂的荣耀光辉当中 将向整个宇宙里显明神把最高的地位留给最低位的 那从神跟他所创造的天使和人的交往来看 这个自高的必见违背的规律 一直在运行着的 神使谦卑的身为高 使高的见违背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 人的犯罪和撒旦的犯罪都是同一个根源 那就是骄傲 由骄傲而背叛的神 反对神 那结果只能是自取堕落和灭亡了 那么撒旦是怎么样来引诱原来造出来的谦卑的人呢 撒旦在亚当和夏娃面前 煽动他们不要服从神 于是就偷吃了原子当中 神禁止他们要吃的果子 那我们来看看 创世纪的第三章 第五节那儿 撒旦变成了蛇的样子 对他们怎么说的吧 圣经这么说 他说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你看啊 撒旦提出骄傲背叛神的动机就是 我要使自己跟神有同样的地位 他又用同样的动机来煽动亚当去犯罪 他说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也就是说 有跟神一样的权柄和地位了 同样的动机 同样的结果 骄傲就引致了堕落 因此 究竟骄傲的实质又是什么呢 那这是我们今天 所要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 盖国起来说 骄傲就是寻求独立于神之外 背叛神而闹独立 那当然了 你不需要动员宇宙当中世界上一切的力量来反对神 人自己就可以决定做出背叛神的事情来了 自己离开神就可以了 就像亚当和夏娃那样 他们想跟神一样有分辨善恶的能力 想自己独立的行动 不再需要神 不再需要依靠神 撒旦的引诱计谋 在于暗示他们身处奴隶般的依附神的地位 那这个地位不适合人的潜能 不依靠神 自己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这就是撒旦所挑唆的 想引诱他们要去达到的 可见问题的实质就是要独立 要离开神而独立的行动 他的实质就是骄傲 是撒旦之类的骄傲 那正是同样的骄傲导致了撒旦的堕落 因此就有一个结果 任何的一种生活 只要不是完全自愿依靠神旨意过的 那就是由骄傲而引发的了 你看到了吗 这一点是非常微妙的 许多人不承认他们骄傲 却选择过一种独立于神之外的生活 结果总是背叛和灾难 主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比喻 有一个骄傲的有钱人 向神快要他自己的财富 犯有对神 持一种错误态度的罪过 这种独立就是傲气了 那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 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主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 田产丰盛 自己心里就思想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又说 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库拆了 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我的一切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一一的吃喝快乐吧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集财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 也是这样 你看到了吧 神就把这种人叫做是无知的人啊 而这种无知的人 却在现今这个世界上 何止是千千万万 人们总是以为自己了不起 有本事 可以创造这个发明那个 能够生产很多很多的产品 收割多少多少的粮食 就认为了不起了 似乎是世界都容纳不下 他的智慧和财富了 那很多人也尊敬他咯 赞扬他咯 更加使得他飘飘然起来 不知天高地厚了 认为老子天下第一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为什么他会成为这样的一个无知的人呢 他犯了什么罪呢 问题的实质又是什么呢 但是他想把自己看成跟神一样的伟大了 不受神的管教了 要独立行动了 他认为他的智慧 本领 成绩功劳 都是他自己的 跟神毫无关系 没有神 他照样可以做得更加的出色呀 他能够创造出一番事业来 他要离开神 背叛神 不听神的话语了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 因为骄傲而使得他要脱离神 而自己独立 现在圣经对这个问题已经有非常清楚的解释了 那我们来看看雅各书的第四章 第十三节到十五节 圣经说 嗨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现今 你们竟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 都是恶的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你看呢 这就是张狂 夸口和骄傲 总想独立于神之外 而去背叛神 那好像世界上 没有神在那里 没有神掌管这一切了 他们自己骄傲 他们自大自狂傲 结果呢 都归向于虚空 归向于尘土 别说一般的人啊 就能那些所谓的伟大的人物 鼎鼎有名的达官贵人 又能怎么样呢 正如新月圣经约翰一书的第二章 十六节那说的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 是永远长存 听得了吧 这就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 这些骄傲的 自负的人所做的一切 都是背离神的旨意的 他们认为生活当中 没有神 自己想怎么做 就做什么 放纵自己的肉体 这就是骄傲的实质 背叛神 远离神 结局呢 只能是堕落和灭亡了 那弟兄姐妹 你对骄傲 会有一个比较深入的 认识和了解了吧 你如果细心的观察周围 和世界上存在的 骄傲的现象和结局的话 那么你就会更加相信 神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要来讲一讲 谦卑的完美式样 最后 我为你准备了一本小册子 这是免费送给你的 欢迎来信索曲 小册子名叫 为政府祷告 欢迎来信索曲 好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